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使用GPD的这个Win Mini半个多月的一个使用体会 除了下载Steam的游戏之外呢 另外我还安装了各种模拟器资源的整合包 也折腾了一个像PS5游戏主机一样的UI体验的前端 但后来我随身带着他发现他的性能和尺寸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在下班地铁回家的路上收到了领导打来的电话 说是要改一下海报 那么我可以随手掏出命令打开Fotoshop操作一下 运行速度也是足够快 再比如上班路上接到领导的电话 说客户项目的程序挂掉了 需要马上重启 那么从口袋里可以掏出命令远程桌面 远行下命令就能解决了 再或者是领导突然来电话说要配置一个线上的宿舍活动 对于这种只有PC版的系统用命令处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完事了我们还可以顺便玩一会儿游戏 mini的这个尺寸真的是太适合随身携带了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mini的这个尺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首先与我的手机对比一下竟然只跟我的手机一样长 再跟Switch的平板比较一下 比iOS的平板还要小一点 厚度方面大概有iOS一个半厚 再与Steam Deck比较一下 大概也就是Steam Deck屏幕这个区域的大小 然后再跟Arc格斗机比一下 长度方面比格斗机还要短一些 然后是奥丁二代也是明显的短 再跟Y700比较一下的话 尺寸小很多 不过厚度肯定是比不了平板 跟Win4对比一下宽度略大一些 长度更短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再跟近年相对比较小小的KDR掌机比较一下 长度也差不多宽度要宽一些 这么小的体积屏幕却做到了7寸 以及1080P的分辨率 临时处理一点急事也是刚刚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人体的外观 首先屏幕采用的是1920x1080的一个7寸屏 屏幕亮度是500尼特 也120Hz的高刷屏 GC调光是不会闪屏的 摇杆采用了永不飘移的霍尔3D小摇杆 并且做了下沉式的设计 除了常规的手柄按键 还多了两个L4和R4的可编程红按键 所有的接口都分布在背面 意思是BIOS复位孔两个Type-C 手柄手标模式的切换开关 3.5mm的二级插孔 一个TF卡槽 以及一个链接CBD自家显卡屋的OC-Link的接口 为了握持起来更加舒服 这次GPD官方还提供了mini专用的握把 还贴心的准备了螺丝刀 需要用螺丝固定上 不过目前已经有民间大神在做磁吸手柄的方案了 后续可以关注一下 全键盘加 加触摸板加自带鼠标模式是mini的特色 那么比其他温暂机到底能多做哪些事情呢 我最近是一个魔兽争霸的爱好者 在mini上可以凑合玩魔兽 大量的快捷键使用 可以充分体验出mini全键盘加触摸板的优势 这个优势可能对于玩魔兽世界的玩家来说会更明显 几十个技能可以随便试用 这个小设备也特别适合折腾 看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们可能还记得我用Play Night的PS5主题 无缝整合了本地游戏高级模拟器以及串流游戏 整个过程不会感知其他软件的存在 特别是可以把战神来自于不同平台的多个作品放在一起 而且还可以多看到视频的预览 这个体验真的非常棒 是不是有一种PS5游戏本的感觉呢 还有很多小伙伴喜欢模拟器资源整合包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200G的Retrobat的资源整合包 界面也是非常华丽 这里面也整合了PS2、PS3、Wi等一些高级的模拟器 Mini作为一台7840U的温掌机 玩游戏的效果也很不错 虽然目前来说上限是20W 但是玩大部分的3A游戏在中低画质下表现也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效果 HEM 玩这种小的独立游戏更不是问题了 徐航还可以玩得更久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 GPD Winmini是一个与目前市面上其他掌机都很不同的一个存在 甚至比GPD自家其他产品也都是不一样的 而目前最适合随身携带的Win掌机设备了 性能续航以及屏幕尺寸也是非常平衡 加上这个设备既可以是一个临时的生产力 也可以体验PC游戏和模拟器等各种玩法 最重要的是能够装进口袋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见